大家好,终于更新了 距离上次PAR1的视频发布已经快两个月了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最重要的第二部分视频,这就开始了 来卡黑漆 真香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反反复复的休期 我从一个大漆小白成长为了一个一代弟子 中间遇到了许多问题 咨询了一些前辈大佬 也请教了一些大漆老师 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分享 怎么DIY用大漆来做黑漆的莱卡M2 注意本次的主角是大漆不是相机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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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漆会对大部分人造成过敏 请使用护具手套 口罩 护目镜 防护服 保护质 如果大漆不慎粘到皮肤 请先用植物油清洗 再用清水清洗 公寓善其事 必谦利其器 想要做好黑漆 工具准备要齐全 在PAR1的视频里 已经介绍了一部分 这次主要讲一下大漆要用到的工具 1. 生漆或者黑推光漆80克 橘子油或酮油等西式剂 3. 尼龙刷笔刷修漆用 4. 玻璃或者亚克力板 调漆用 5. 调漆刮刀调漆用 6. 医用酒精或95%的酒精 清理用 7. 阴防 可自制 8. 无尘纸巾 插气用 9. 绿漆纸 可用婴儿电筋代替 绿漆和凯钦用 10. 脱纸棉 可用卸妆棉代替 凯钦用 11. 四百一千 两千三千目水磨砂纸 准备一到三张 12. 珍珠粉推光粉 推光抛光用 13. 油性涂料笔 白色和红色填字用 14. 防护用具 若干橡胶手套 若干口罩 如果过敏严重 请穿防护服 戴护目镜 大部分的工具 都可以在某宝买到 到时候一些相关物品的链接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面置顶的评论里 供大家参考 这里再讲一下阴防的制作 对大气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大气是一种天然树脂漆 相比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化学漆 有很多的优势 虽然可能会导致过敏 但是至少不会有甲醛 本等致癌物 最近两年 二氧化胎又被列入到欧盟的致癌物质列表 这让拥有八千年历史的大气 又回到了我们的眼前 话题扯远了 大气干燥的条件 是合适的温度 合适的湿度 并不需要风干 而是在25到30摄氏度 70%到80%湿度环境下才会干燥 没有专业的阴防 我们就找一个泡沫盒子 带盖子的 准备一条湿毛巾 如果有湿度表的话 可以更准确的控制湿度和温度 把毛巾平铺在盒子底 然后用保鲜膜套上硬质板 放在毛巾上面就可以了 到时候修图的零件就可以直接放到保鲜膜上 基本上不会对漆面有影响 其他工具的使用将会在后续修漆的过程中逐渐说明 大漆唯一的古典著作修饰录 前集第一条就说 利用第一 非利器美材 则巧工难为良器 天韵 有余不足 损之补之 我们手上的莱卡M2是利器 也是美材 但是由于金属 照漆会有一定的困难 按照传统工艺 应该用表部来增加大漆的附着力 但是相机是比较精密的仪器 表部的厚度控制不了 所以这里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处理 可以选择用400目砂纸干磨一下 增加一下金属表面的附着力 如果觉得有些心疼 也可以不做 我这里是没有打磨的 然后用棉花蘸酒精进行擦拭 让铜表面含流的药液 油质等去掉 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修漆了 万事开头难 在金属胎体上修第一变漆 更是有难度 首先我们先把大漆 挤出一点到玻璃板 或者亚克力板 或者使用小磁缆也可以 量要小 用完了再挤 如果有深漆 第一变底漆可以用深漆 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用黑推光漆 这里也有一个小tips 刷在金属面的底漆 最好不要加入橘子油 等息湿剂 会导致干燥速度变慢 但是加入油也有一定的好处 可以让漆面修涂的更平顺一些 如何使用就看自己的取舍了 用尼龙刷粘漆 按照同方向刷漆 刷一遍之后要换方向刷漆 由于这是第一遍刷漆 漆面又难以盖住金属光泽 不用着急 让刷子均匀在上面顺着运动 保证刷漆厚度要薄 不然第一遍漆干燥的时间会很长 边角转角处要小心处理 不要让漆积在一起 影响修漆的厚度 刷完漆之后 等待三到五分钟 这个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找一个症状器物 把鸡顶盖和底盖的字里面的漆挑出来 这样在最后填字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 此步骤之后就可以放入阴房 等待干燥 大约是在24到48小时 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可以用烤箱的 用120度温度烤两小时 这样的效果是金属挂漆的效果好 不容易脱落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或者不想用高温烤漆 也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多次修土 来保证漆面的稳定度 等待24小时后 可以检查漆面干燥程度 如果还是软的就别进行下一步 让继续等待跟着干燥 如果你的阴房 湿度温度都达不到 会影响干燥的速度 由于北京 今年4月的天气比较凉快 所以漆面干燥的速度下降 等待了三天 漆终于差不多干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400目的砂纸 来进行第一次打磨 这里选择400目 而不是一般的120目砂纸 是因为我们的金属零件本身就比较光滑 第二是金属挂漆的能力比较弱 如果用粗砂纸 会把漆面磨穿 把砂纸剪成小块 折叠一下 可以顺着打磨 也可以用转圈的方式进行打磨 主要是找不平的地方 让整体趋于平整 好就进行下一次的修期 经过第一次修图打磨完成之后 就进入重复的工作流程 修图应该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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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二遍漆开始就可以使用黑推光漆 也可以继续使用深漆 用黑推光漆可以让黑色更早的出现在表面 照漆的效果更快速 每次修图的时候 尽量让漆面薄一些 也记得每次用针挑出刻字里面的漆 别问我为什么要强调 打磨的时候请逐渐把打磨的砂纸变为一千目 两千目三千目 如果遇到高木数砂纸打磨不动时 可以降低打磨木数 大约在第四变漆上完以后 金属应该完完全全被漆罩住了 漆面也显得比较光滑 这时候观察漆面是否足够你想要的程度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凯清了 如果打磨后漆面还是比较高低不平 那么可以继续修图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但是建议修图最多十遍就好 太多次的修图漆面厚度太高 可能会影响最后的装配 凯清和推光都是打漆工艺的专业术语 是修图和打磨的更精细的步骤 其目的在于提高漆面的光洁度 褪去表面的浮光 让漆面散发出内蕴之光 让漆气显得更加深邃 含蓄厚种 如果凯清应对修漆 那么推光就应对打磨 我们先进行凯清 凯清前可以把修图打磨后的零件 用清水清洗一下 并且晾干 用绿漆纸或者婴儿电筋对折 然后中间放上脱纸棉 没有脱纸棉可以用卸妆棉代替 然后把纸巾包起来 做成一个擎天娃娃的形状 如果做过踏包的朋友 就应该很熟悉 我们用这个擎天娃娃沾漆 或黑推光漆反复打转 让漆均匀附着在表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凯清了 凯清的时候均匀的在零件表面涂抹 每个地方都要照顾到 涂完之后放置几分钟 再用无成纸巾擦拭掉表面多余的漆 这样的效果就让漆更薄 来填补细小的缝隙和打磨后的痕迹 接着放入阴房 4-5个小时以后可以再次进行凯清 等待凯清4-5次以后 可以进行一次推光 推光是使用油和推光粉 或者推光膏进行更细微的打磨 推光的时候先用手涂抹 橘子油或者其他植物油到零件上 再用手沾推光粉 用大拇指指度在漆面来回摩擦 遇到比较小的位置 可以换用手指尖来进行推光 但是记得不要留指甲 以免花伤漆面 推光的时候力度要均匀 如果油干了就加油 推光粉没有了就占推光粉进去 推光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和洗碟精 洗去油脂晾干以后 再用布擦一遍 凯清和推光可以反复进行 做到多次凯清少推光 一般整个流程推光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凯清和推光完成以后 清洗晾干 我们就可以进行填字了 如果你在修图的时候 没有把字口挑开的话 这一步就可以跳过了 所以这一步我没有示范 因为我之前放了懒 没有挑字口 这里填字我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但具体的操作就是用 油性涂料笔在字口中填入相应颜色 等到快干的时候 用纸巾蘸橘子油 失去多余的漆 没有刺的来卡 好像少一丝灵魂 刺口填完就可以进行装配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了漆 有些漆可能在零件的边缘 导致装上去有些困难 请检查各个撕口 去掉多余的漆即可 下面是装配的视频 到了这一步 我们终于做完了 装完之后感觉还不错 从零开始做大漆黑漆 其中有很多坑 边走边填 这里我也总结一下 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 字口一定记得挑漆 不要泛懒 二 第一遍底漆一定要薄一些 如果对烤漆没有执念 建议请第一遍烤一下 三 对于顶盖和底盖边缘的部分 不要过度打磨 容易造成提前漏童 装配后其实不太和谐 四 打磨时 用力要清均匀 上漆也一样 如果有条件 可以在一间无成室进行 五 每次上完漆 记得清理一下湿口 尽量少留多余的漆 其他的 就按照个人喜好来吧 下一次 我准备做一个西皮漆顶盖 挑战一下自己 这次视频历时两个月时间 拍了很多素材 为了避免 让大家又看长视频 我提前写了台词 用了提词器 请大家点赞 投币 收藏 一键三连